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食物 众所周知,鸡蛋壳很薄很容易碎 但是用手捏却很难能捏碎 这里它特有的蛋型曲线和科学的结构分不开 蛋的结构有三层 外层为表皮层 又称闪光层 中间为海绵层 A层为乳头层 不同的鸟类具有不同的三层显微结构 薄薄的鸡蛋壳之所以能承受这么大的压力 是因为它能够把受大的压力均匀地分散到蛋壳的各个部分 具有曲线的外形 厚度又很薄 主要承受能力的结构 在建筑上叫薄壳结构 鸡蛋就是典型的薄壳结构 一老外想方设法想捏碎鸡蛋 但都失败了 一气之下拿出颜牙机 结果怎么样一起看看吧 视频中这个小伙无论是什么姿势捏鸡蛋 鸡蛋都没碎 老外就自己制作了一点小工具 试试看鸡蛋会不会碎 老外把鸡蛋放在两块木板中间 在木板上逐渐增加物品 东西越来越多鸡蛋应该会碎吧 但是小伙拿出鸡蛋一看 竟然还没有碎 小伙气急败坏 决定直接用液压机压鸡蛋 鸡蛋放上液压机 按甲开关启动机器 不断加压压力到89.96时 小小的鸡蛋顿时碎成渣 小伙我又拿出一颗鸡蛋 竖着放在液压机下 压力直到55 鸡蛋就碎了 看到这里 你知道为什么鸡蛋 竖着能承受的压力更小吗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本期节目到这